医疗服务价格是医疗机构对患者服务的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 包括门诊 住院 各项检查 治疗 检验 手术项目等收费价格 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 内蒙古 浙江 四川三个省份 将作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省份 开展试点 改革将会直接影响到百姓未看病就医付多少钱 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可以得到多少医保基金 医生提供什么样的诊疗服务 可以更加体现技术价值 那从2021年开始 国家医保局在福建 厦门 河北 唐山等五个城市 先行先试启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厦门市作为首批试点城市 试点改革几年 给患者 医疗机构 医生带来哪些变化 记者在首批试点城市厦门进行了调查采访 傅大伯今年75岁 前不久出现了心脏衰竭 索性及时发现 手术后恢复得不错 等到出院缴费时 傅大伯的家人发现 检查检验的费用便宜了不少 记者了解到 今年3月12号 厦门市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第二阶段落地执行 一大批医疗服务项目降价 像是核磁共振平扫的检查费用 就从原来的700元下降到了630元 降服10% 傅大伯住院期间做的心血管CT 抽血等检查项目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价 从2021年起 厦门市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中 不少服务量较大的检查检验类项目费用 都出现了明显下降 像日常体检 糖尿病复诊都需要做的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价格从原来单次72元下降到了64元 降服达到11% 尿沉渣定量价格从过去的20元下降到了16元 过去一年 厦门各医疗机构尿沉渣定量服务量74.5万人次 此次调价后 仅这一个检查项目 每年或将省下一疗费用近300万元 厦门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过程中强调有降有升 对于一些价格长期处于低位 但技术劳动价值高的项目进行调价 调价前 肾移植手术的医疗服务价格是9000元 调整为11700元 涨幅为3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调整后的价格 医保报销的比例并没有改变 因此 涨幅的大部分仍然是由医保基金来支付 患者的自费负担并没有增加多少 那它作为器官来说 它就属于忧老忧得的范围 因为它做的技术含量非常高 那么在这个上应该就要适当地得到体现 医保价格的改革更激发我这个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 再去改进自己的技术质量 降低病人的医疗费用 对学科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厦门重点将风险难度较大的手术类项目 纳入改革调整范围 截至目前 调增项目中疑难手术占比达到了近80% 另外 对于那些价格长期处于低费 但技术劳务价值高的 例如急救 患药 注射及部分中医和儿科类项目 价格也做了相应的上调 截至目前 厦门已顺利实施两轮调价 供调整项目价格1093项 在这个过程中 设备物耗占比为主的检查化验类项目降了 就医患者从降价中直接得到实惠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除了财政投入以外 公立医疗机构的收入主要靠药品差价 医用耗材差价和医疗服务费用 那随着药品耗材差价是零差率销售 集中带量采购等措施落地见效 公立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就逐年加深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医院是否能够主动参与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会议室里 一场有关复杂性医疗服务项目报价的论证会 正在进行中 来自急诊 检验 影像 儿科等科室的 医护人员们正在发言 这场论证会就像是一场临床科室间的辩论赛 事关自己科室的医疗服务项目 能否纳入改革范畴 服务价格是提高还是降低 影像检查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设备做一个检查 而且是包含了我们护理的注射 也包含了大量的医生的分析跟鉴别诊断 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一个 劳动跟知识密集型的一个检查 那儿科工作呢 工作压力大 风险高 而且呢 就是病情变化快 它是无赔付的 全靠我们护理人员的这个护理 很显然这场辩论赛的各方辩手 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作为相关科室的负责人 他们都提出了各自需要调价的医疗项目 以及调价的理由 根据厦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规则 医疗机构首先在医院内 主动对项目进行筛选 价格得有升有降 除了涨价的项目 还必须要有降价的项目 而且升降总量绑定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 调增总量越高 调降总量也越多 医院每次上报 复杂性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前 医务部 护理部 财务部等职能部门 都需要结合历史数据进行再次论证 力求多维度科学体现医疗服务价值 实地的解决 这个患者一个就诊了 费用问题 解决咱们这个邪科面临的运营的压力 以及技术劳动价值的一个体现 在价改的探索中 医院从原来的被动执行者 变成了主动参与者 价格形成也从原来政府说了算 转化为机制说了算 价格调整呢 因为是牵扯到方方面面 我们特别特别重视 每次价格调整以后的效果 既能满足患者的需要 同时呢 也能够让各个科室接受 也能够让这个医院持续发展 让科室的我们医务人员 辛苦付出的技术价值 劳务价值能有一个充分的体现 从2021年启动试点以来 厦门已经先后在2023年1月1号 和今年3月12号 完成了两轮调价 共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1093项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 一度对医保相关工作人员来说 都是一场硬仗 因为从报价材料的提交 价格的计算 都要人工来进行 费力费时 那现在厦门创建了 医疗服务报价与分析平台 实现了对医疗服务价格的 动态调整评估 总量调控测算等功能 医保局把各家医院的工作量 都导入到系统中了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清晰的知道自己去年的工作量 能够更好的贯彻实行 这个报价方案的计则 现在这个平台呢 可以实现从医院报价 到项目经济分的一个生成 到最后方案的一个形成 的一个全流程过程 应该讲是极大的提高了 我们的工作效率 接下来厦门医疗服务价改 将继续逐步疏导 价格矛盾突出问题 扶持薄弱学科发展 重点对中医 儿科等学科进行政策倾斜 持续推动降低部分 大型设备检查治疗 及化验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动态调整好医疗服务价格 在群众能接受 医院能发展 基金能负担之间 寻求最大的公约数 力争为全国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提供更多 更好 可护制 可推广的厦门事件 感谢观看